台北市政府15号举办活动 只见市长柯文哲 却不见市府顾问蔡碧如 原来他已经悄悄出门 跟郭台铭王金平阵营幕僚会面 据悉15号的郭柯王三方幕僚会面 郭台铭方面是由永林基金会执行长刘又彤 和副执行长蔡庆瑜出席 柯文哲方面是由台北市政府顾问蔡碧如与会 王金平方面则由顾问黄万祥参与 三方大概谈了半个小时左右 郭台铭发言人刘又彤单一句 18号郭柯王不一定会合体 让原本对三人会面兴致高昂的柯文哲阵营 犹如被泼了一桶冷水 再加上郭台铭对于要不要参选 从头到尾都是这一句 到目前为止 郭董事长并没有宣布或者在这方面表达任何的看法或想法 郭台铭阵营不松口 但反观柯文哲却已经三番两次公开立拱郭台铭参选 因此外界也猜测 是否现在是柯文哲一头热 却也等于让郭台铭得一直面对国民党的庞大压力 郭台铭会不会有被逼着上架的感觉 这没有谁逼谁的问题 倒没有说谁的合作意愿比较高 谁的合作意愿比较低 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都是过于揣测的说法 而光是一场幕僚会面 原本预定在台北市政府进行 消息曝光后就改换别处 期间还一度传出王金平幕僚没受邀 后来又改口有出席 看来三方默契还得再磨合 而台媒也指出三人各有盘算 传出郭柯认为郭王不需要搭配 王金平在幕后操盘就好 正而不有为而不是 功臣而不惧 其实我倒觉得我们这三个人 这种态度还是有的 重重决力之下 18号郭柯王的所谓铁三角 能否如期登场 引发各方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